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紫切竞争又称为早切竞争 早切竞争 又称为早切竞争法 那么这个方法是对短针是比较适合的 其实早切竞争对我们比较长的针 还有绝大多数的输血都是很适合的 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称为夹持竞争 也称为偏止竞争法 偏止竞争法 又称为偏止竞争法 第二种方法呢 是对于比较长的针 竞争比较适合 第三种呢 我们称为舒张竞争法 这种竞争方法呢 主要是用于我们皮肤松弛的部位 比如说我们的腹部 肌肉比较松弛的部位 我们往往选用舒张竞争法 第四种我们称为皮捏竞争法 这种方法呢 主要使用于皮肉浅薄部位的输血 比如说我们的硬糖 还有我们后膝等等这些输血 我们下面呢 就看一看 具体的操作 但是不要靠着指指甲了啊 这是我们称为止切竞争 也称为爪切竞争 是磷双用的最多的竞争的方法 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输血和争据 比如说一寸的 一点五寸的 或者两寸的 我们都适合这种止切竞争 用的应该是最多的 好 我们看第二种 夹持竞争 左手母时两指 夹持针身下端 将针尖固定于皮肤表面部位 右手持针柄 压手呢 握住我们针尖那个部位 同时进针 这是比较适合长的针 那么现在为了避免我们的手指头污染了针身 我们现在喜欢用消毒的酒精棉球 把那个针身裹住 再用我们的压手 拇指十指握住 就是说不让我们的手指头直接的接住那个针身 这是我们称为夹持竞争法 比较长的针 比如说我们针至环跳这个书屑 用四寸的五寸的针的时候 我们往往可以采用夹持竞争方法 好第三种就成为舒张竞争法 十指 中指 或者拇指 十指 把皮肤呢 分开 张开 尤其是我们的腹部 你看我们有些 中年以上的女性的 妇女 腹部比较松弛 你要竞争比较困难 我们往往采用这种竞争方法 舒张竞争 用我们的拇指 十指 或者十指 中指 把皮肤 分开 然后竞争 这是我们称为舒张竞争法 第四种 提捏竞争法 这是硬糖穴 对 把皮肤提捏起来 比如说 体肉比较浅薄的部位 我们往往采用这种方法 另外呢 我们知道后续这个数学啊 这个数学增持的时候肯定是什么 很痛 那么这个方法怎么办呢 我们往往也用提捏的方法 把这个数学提捏起来 捏紧 然后再增持 可以减轻疼痛 减轻疼痛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常见的双手竞争法 就分了我们刚才讲的四种 大家要记住啊 纸切 纸切 夹齿 输张 体捏 这是四种常见的竞争的方法 下边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管征竞争法 管征呢 在呢 有台湾的 也有欧洲带回来的 这几种管征 那么这个管征的竞争方法 其实不一样的 应该说它更简单 更简单 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是 台湾那边带回来的 你看它那个有一根管子 大家可能 看不太清楚 下课的时候可以再过来看一看 外边有一个管子 你看 针饼针尾露出来了 是吗 那么我们中间呢 它会在这个管子 隔管子还有两三个毫米 那么我们在针刺的时候 把它放到书屑上 你看针尾 它是冒出来的 对不对 针管比那个针饼针尾 还要什么 短了三到四个毫米 那么我们这样放到书屑的时候 用指拍 看到没有 这样轻轻的一拍 食指拍 或者我们拇指 拇指拍 食指拍 都可以 好 你看这样 我再把管子取出来 这个是不是进去了 这是管针 这个管针呢 现在在西方是用的相当普遍的 这种也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种是欧洲用的 它也是一样的道理 也是一样的道理 也是一个管子 你看这边有一个小片 固定那一个管和那个针饼针尾 把这一个放到书屑以后 取开的这个小片 我们说一拍 一个管子 跟它主要是什么 竞争 解决竞争 竞争以后把这个管子取下来 把管子取下来 我们再用行针 提刷 粘准会别的方法 好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管针竞争法 这个方法呢 在我们国内用的很少 很少 一拍可以进去 其实我们在国内习惯用了好针啊 不用管针 在西方的时候我们去讲学啊 医疗活动啊 很多中国的老师其实都还是喜欢用好针 但是管针呢 它可以 因为你一拍进去 它几乎可以做到无痛 所以说在欧美非常的盛行 都用管针竞争 然后再行针法 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单手竞争 双手竞争 还有管针竞争法啊 管针呢 我们多说了几句是因为 我们国内用管针的呢 很少 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 好 下边第五个大问题 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是针刺的方向 角度和深度 我们先说一下针刺的方向 它一般呢 有三个原则 一个呢 是循行 依循行 听话的循行 并方向的 我们就有顺经而刺的 有逆经而刺的 这个呢 在我们补蟹里边呢 它是属于狭义的 银水补蟹法 就是我们说的 真相银水补蟹法 那么是指了什么呢 中间 静脉寻蟹的方向 我们称为补的方法 而中间 逆着静脉寻蟹的方向 我们称为蟹的方法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太渊 大家知道在哪里 太渊 好 静脉寻蟹方向是怎么的 手 太阴 肺筋 怎么寻蟹的 从胸肘 对不对 那么我们针刺的时候 如果针尖是朝这个方向 看到 手指尖尖 指头这个方向 你看这是我们顺经脉的方向 好 那么反过来 朝着我们 手腕和肘的方向 我们称为什么 逆经 所以说这是我们银水补蟹里边 真相银水补蟹法 好 第二个呢 我们是依据输血来定方向的 我们不同的输血部位 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说我们的阳门 我们中间一定要向下河的方向 缓缓 刺入 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个呢 我们刚才其实讲到过了 亚门 那么我们连全 那么中间的方向 要朝蛇根的方向 缓缓刺入 连全 蛇根的方向 刺入 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是根据 输血的部位不同 选择不同的方向 第三呢 是依据病情 来定方向的 比如说 我们的 气质并锁 我们有一个气 我们有一个气质并锁法 就是我们使用一系列的形成的手法 得气以后 使这个气 源泽进那的方向 向你患病的部位 传道 或者扩散 这是根据病情 来定方向的 这是我们称为 气质并锁法 这是我们 针刺的方向 有这三个 好 针刺的 角度 针刺的角度呢 我们分成了 我们分成了三种 直刺 斜刺 和平刺 那么直刺呢 是什么意思呢 真伤 以皮肤的夹角 呈九十度 我们称为直刺 那么大部分的输血 我们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比如说我们的腹部的天疏 我们脚上的祖三里 杨宁拳 这些等等 我们都可以用直刺的方法 那么什么是斜刺呢 我们是真身 以皮肤的夹角 乘四十五度左右 我们成为斜刺 我们成为斜刺 比如说 在我们肌肉比较浅薄的 或者内部有重要斜刺的地方 我们是选用斜刺的 不移生刺的部位 第三呢 我们称为平刺 是真身于皮肤的夹角 乘十五度左右 又称为横刺 颜皮刺 所以说平刺 又称为横刺 颜皮刺 大家知道 这是指的一个概念 真身于皮肤的夹角 成十五度的样子 这是关于真刺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的头部的书屈 等等 还有我们脾 薄肉少的部位 这些 我们往回选平刺 这是关于真刺的角度 好 这是一个直刺的一个示意图 这是我们的河骨穴 这是一个斜刺的 斜刺的在我们腰背部的一个斜刺的一个头 好 这就是一个硬堂穴的 一个平刺的一个示意图 好 第三个问题呢 是真刺的深度 那么真刺的深度 根据不同的年龄体质病情和部位 是有不同的要求 好 比如说我们年龙体弱的 小儿 焦楞的 我们都不宜生刺 中青年体质弱 体质强壮的呢 我们一般可以采用生刺 这点是根据年龄体质的不同 比如说小儿 我们可能刺半寸 刺三分五分就可以了 对体质来说 有体型瘦弱的 我们一般浅刺 我们体胜比较强壮的 可以生刺 比如体质偏瘦的 偏胖的 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病情呢 也有 比如说我们阳正心病的 我们刚才讲的表征啊 这些可以浅刺 对一些阴症的 一些理症的 久病的 我们可以生刺 还有呢 根据部位的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头面的胸腹的 皮薄肉少的这些数学 我们一般都要浅刺 而对一些四肢部位的 臀部的呀 腹部的呀 还有大腿部位的啊 这些肌肉比较丰厚的部位呢 我们一般可以生刺 这是根据我们年龄体质 特别是我们书学的部位不一样 我们选择深度是有不一样的要求 好 下边呢 我们接着学习第六个大问题是 行征与德器 行征与德器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叫行征 这个概念 在我们书上呢 是有描述的啊 什么叫行征呢 是指的 征 刺入输血以后 为了使患者产生征刺感应 或者呢 进一步调整征感的强务 以及使征感向某一个方向扩散传道 或进行补血而采取的操作方法 这是有一系列的描述 首先是刺入输血要得气 然后你要调解他证感的强弱 或者让这个证感传道 或者施行补血 那么我们称为行征 这个概念需要大家掌握 基本的行征的手法呢 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我们说的提差 一种呢 是我们称为黏转 那么提差呢 是真由浅层向下刺入 深层的操作位置查 从深层向上引退到浅层 我们称为提 反反复复的上下 正向的运动 这种行征说法称为提差 我们其实刚才在练针的时候 给大家也做了示范了 下刺上提 下刺上提 我们称为提差 这是最基本的行征手法了 那么关于连转呢 是针术输血以后呢 反复的向前向后啊 也就是说来回连转的 在一个水平方向一个运动的 你看我们这称为左转右转 也称为向左向右 向前向后 水平方向的 提差呢 是纵向的一个运动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两种 行征的基本的手法 提差 连转 好 我们下来看一下这个操作 这是给大家演示的提差 这是上提 下刺 这就是我们基本的行征手法 提差 这是我们练中的时候 也是练的最多的 好 我们看一下 黏转 将身顶前后左右 来回旋转 黏动的操作方法 左右黏转 左右黏转 在水平方向的运动 要求黏转 要求黏转直立 均匀 脚步适当 不可单向黏转 以免真体 天肠肌肉纤维 引起疼风 好 这一段就说的 我们黏转的时候 是左右往反的 就是一个双向的 我们呢 避免单向的 单向的黏转 避免那个肌纤维 残扰 真体 这是我们基本的 手法里边的 粘转 粘转 好 这两种方法呢 是大家一定要下来 多多练习的 下边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 就是说 六种辅助的手法 六种辅助的手法 我们先给大家做解释 然后呢 我们再看具体的操作 寻法呢 是我们医生呢 用我们医生的手 顺着筋外巡行的路线 在输血上下轻柔的扣打 或者是柔按 这是我们说的寻法 寻法 弹法呢 是我们用手指头弹针尾 或者针饼 或者弹我们的输血的部位 称为弹法 刮法呢 是用我们手指的指甲 刮我们的针饼的一个方法 摇法呢 是我们手握针饼 将我们的针轻轻摇动的方法 而非法呢 是用我们的手指握住针饼以后 一碾一放 这个呢 我们待会要专门给大家做示范 整颤法呢 是小幅度快频率的提差 快频率的提差 指头和侧风 在经脉寻线路线上 或者输血部位 寻按 或者轻轻的扣击 好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辅助说法 称为寻法 寻法 术是经济的到来 第二个呢 称为弹法 谈针饼会针尾啊 使那个目的呢 使针颤动啊 使针颤动 好 我给大家再示范一下哈 那么我们这一个弹法呢 目的呢 是可以用食指 可以用中指哈 你看 让针颤动起来哈 这就是他的目的了哈 让针颤动起来 这是一种弹针尾的方法 其实我们在临床操作过程中 还有一种方法 是弹这个输血的周围 大家看一下啊 这样也叫弹法 啊 你看我在弹的时候 这个针颤动起来没有 所以说弹书血周围 以及我们弹中尾 我们都称为弹法 啊 我们都称为弹法 好 这是我们学的第二个辅助手法 好 第三是刮法 以拇指 拇指或者食指都可以 指指或拇指指夹 由下至上 指夹 针颤 通过针颤 精神之间的凹通 产生振动 传至针体 用以激发 精气 加强 针刺感应的传导 好 这个刮法呢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左手 食指或拇指握住我们的针身 我们刮的时候呢 可以用拇指指甲刮 也可以用食指的指甲刮 那么如果用拇指刮 我们用食指按住针尾 这样的 从下往上 一下一下的 这也成为刮法 你可以用拇指按 这样 用食指刮 从下往上 那么当你在刮的时候 我们会体会到 那个针尾 微微的颤动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 刮法 刮呢 有一个方向的 不同 一般说呢 从下往上刮呢 是补 从下往上刮呢 是血 这是我们学到的 第三个方法 好 下半呢 是一个摇法 它其实给我们演示的 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我们说什么 摇 摇 一种呢 是边摇 还有边出 对不对 那是指到出针的时候 出针的时候 这也是一种辅助的方法 我们称为摇法 摇法 好 下半呢 我们再来看看 非法 一年一放 一年一放 如飞鸟展翅 如飞鸟展翅一样的 我们称为非法 这个方法呢 可能稍微难一点 稍微难一点 好 大家要注意点 一年一放 看着我 我们拇指向左边 碾的时候 对我而言 一年一放 这是我们说的慢动作 一年一放 还可以这样做 把手换过来 这样来 把手这样过来 这样 一年一放 你看我们在碾的时候 针是不是颤动起来的 好 好 就像我们这样一年一放 针颤动起来一样的 好 都可以 比如说在 比较低一点部位的 输血 你要用 非的方法 除了这一种 你也可以 可以把手转过来 这样也叫 非法 也叫非法 这是我们说的 第五种 第五种 最为一种呢 我们称为 正参法 小幅度的 提差连转 只真身 轻微正常 以复始 真下 和气 好 这种方法呢 其实我们的手 看得在轻微的 懂啊 就小幅度的 提差连转 这种呢 实际上 真的在颤动 微微的颤动 你看我们上 试验课的时候 发现很多男同学 这个手法做得很好 他们是比较 手啊 手指的力量 比较足 好 记住啊 他一定是小幅度的 提差连转以后 就出了一种 颤动的方法了 这个方法 我们称为 正参法 其实你做这个手法 做完以后 你会觉得 你的手指 其实比较 酸软 对的 这个比较 耗我们的那个指力 这种我们称为 辅助手法的 正参法 好 这是我们刚才 讲到的 有六种 辅助的 手法 辅助的 手法 第三大点呢 我们给大家讲的 就是我们的德气 德气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什么叫德气 什么叫德气 德气呢 是指 中 次入书系后 所产生的 精气感应 这个定义 其实比我们 教材上的 还要简单 我们现在称为德气 素层德气 也称为真感 古时候呢 称为气质 好 古时候称为气质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德气 也称为 现代 也称为 真感 真次感应 这是关于这个概念 好 那么第二呢 德气有哪些指针呢 就德气有哪些表现 哪些表现 他呢 有两个方面 一个呢 是自觉的一个指针 是指患者 被 针刺的患者 他接受针刺者的主观感觉和反应 也就是说 接受针刺者的主观感觉和反应 感觉真相有酸 麻 胀 重 等感觉 有时候这种感觉还可以 远一定的部位 向一定的方向传道 或者呢 扩散 这些感觉往往与机体的反应 或者疾病的性质 与针刺部位是有关的 所以说我们最常见的感觉 就是什么 酸 麻 胀 重 有时候还有疼痛 有时候还有疼痛 所以说呢 胀不胀 你看很多老外到我们 中国来学习 到我们成都来 他们会学 第一句成都话叫什么呢 脏不脏 其实他就是问病人 你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得气 这就是说我们多的 酸麻 胀重 等等 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 自觉的一个指针 好 第二呢 是他觉得指针 是指我们失踪者 就我们医生感觉到和观测到的一些现象 中心得气以后呢 医生他会感觉到那个真下 由原来的轻松虚滑 变为成 紧 徐和 患者也会因此感觉舒适 而平静 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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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有时候会出现红韵的现象 这种医生生下的感觉 没有得气的时候呢 很像我们针 扎刀 豆腐里边一样的 空空松松的 但是得气以后的感觉 很沉紧 大家可能钓过鱼吧 就于上钩的时候 他往下拉那个线 往下坠的感觉 你会觉得针下有一种紧紧的握住那个针 而且往下拽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得气的感觉啊 是针下沉紧 由空松虚滑变为沉紧 那么患者他会感觉得气以后呢 他会感觉舒缓 比如说疼痛的病人 他会感觉逐渐的疼痛在减轻 他感觉舒适啊 他呢 也感到 平静 如果你自己强度过强 或者是 针刺的感应 过于剧烈 那么病人他可能不会感觉舒适 他可能会告诉你 他受不了了 或者是太强了 或者是 别的感觉啊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他觉得指针啊 他觉得指针 针刺的局部啊 往往还会出现一圈红韵的啊 这些都是我们 嗯 指针得气后的一些指针 好 第三呢 我们要谈一下得气与疗效的关系啊 嗯 关于得气与疗效呢 的关系 我们古一集很多论述 比如说我们 内经里边啊 零书九正十二元里边 有一句话 这句话呢 希望大家一定记住哈 嗯 因为非常有名 这句话怎么说的呢 叫 刺之要 气质而有效 也就是说 针刺的关键 是一定要得气 才有疗效 啊 气质而有效 你不得气 可能就没有效 或者疗效就很差 哈 这是我们说的 呃 得气与疗效的关系啊 在金正妇里边 还说 气速效速 气齿 效齿 也就是说 得气快 他可能见效也快 而得气慢呢 见效也慢 啊 见效也慢 这和临床也是吻合的 一般呢 得气比较快的 疗效比较好 或者他的增感比较好的哈 呃 疗效也比较好 而得气比较慢的 或者增感比较差的 这些人 他的效果都没有那么好啊 所以说呢 得气和疗效 紧密相关的 好 下边我们接着讲呢 正次的补屑 啊 正次的补屑 首先我们谈一下 正次补屑的原则 原则和意义哈 呃 关于他的原则呢 在林书建卫篇有 有一句话 是概括了补屑的 正次补屑的原则的哈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胜者谢之 虚则补之 热者吉之 含则流之 险下则久之 哈 这是把我们 虚实含热 我们用什么样的 正次补屑原则 说得很清楚哈 那么至于什么是补的方法 什么是谢的方法呢 这个我们说说呢 有论识哈 我们就 不惜说了 好 下边呢 我们接着看一下 我们有哪些 补屑的方法 就是我们常用的补屑方法 有哪些哈 我们先呢 讲一下单式的补屑手法 单式的补屑手法 那么也就是说 它是由单一的一个操作 来完成了一种补屑方法 那不是由多个单一手法组成的哈 就成为单式的 我们先说基本的补屑手法 有两个 一个是年转补屑 一个是提差补屑 刚才可能大家会问我们学的基本的行政手法 是不是有提差 还有年转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又除了一个年转补屑和提差补屑呢 就是说 我们在做提差年转的时候 如果有用力的不同 方向的不同 角度的不同 它会体现不同的补屑效应的 补屑效应的哈 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匀速的 均匀的 左转右转 匀速的 上下下下下上提 那么我们称为是行政的手法 但是我们速度的不同 用力的不同 方向和角度的不同 它会体现不一样的补屑效应 所以这两个概念 大家不要搞混淆了 关于年转补屑呢 在临时观珍 它有专门的描述 专门的描述 那么我们具体的先给大家讲解一下哈 年转补屑它是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哈 年转的补的方法 我们先说 好 先说补的方法哈 我们拇指对我而言 我的左边朝左 拇用力向下 然后轻轻的还原 拇指再朝右 用力向上 你看 这是有一个方向角度 用力的不同 这成为一种补 反过来哈 我如果拇指向右 我如果拇指向右 用力向上 而轻轻的还原 用力向下 这是一个谢 好 我们先看 看了以后 再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这是年轻轻的补的方法 这是年轻的补的方法 向前是指的向左 用力向下 向左 然后轻轻的还原 向右 向上 这是成为补 你看 看看我们刚才讲到的基本学生手法是背样的 我们说的左转右转 是不是这样的 匀速的 有没有力量的轻重的不同 没有 这是横 这是最大的区别了 好 我们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年转补气 补法 拇指向前 持指向后 用力向下 好 这是最大的不一样 用力向下 这个体现了我们烂尽的一句话 推而内置之为补 动而生之为蟹 好 我们看蟹法怎么做的 连转补气 蟹法 母指向后 向后 向右 也就是说用力向上 轻轻还原 向下 向左 好 好 这一点 大家 看清楚 因为力的不一样 方向的不一样 它肯定体现不一样的 补血的效应 好 我们再看一遍 年转补 再看一遍 卸法 向后 向后就是向右 指的 你看用力向上 然后轻轻还原向左 向下 好 你看它的区别是什么 五呢 重在什么 向前向左 向下 是吗 而蟹呢 重在什么 向后 向上 向右 好 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你这样就可以记住了 记住了 我们那个 延转补血 都不要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提差的补的方法 中查 轻提 中查 轻提 这就是要点了 提差的补的方法 中查 轻提 你在中查的时候 力量要向下 速度要快 然后轻轻地往上提 中查 轻提 中查 轻提 这就是要点 我们再看一遍 这是提差的补的方法 提差补气 补法 向内按那为止 中查 轻提 差多 提少 中查 轻提 中查 轻提 就是要点 提纳记 提针 速度慢 着力 轻 好 那么我们反过来 轻查 正体 是不是 卸啊 好 我们看一下 哈 提差 好 我们看一下 提差的卸法 向外 提 为止 轻查 重提 提多 插少 插少的时候要轻 要慢 上提的时候要快 要用力向上 所以说成为 轻查 重提 轻查 重提 好 我们最后再看一遍 最后再看一遍 提纳的卸法 提插 补气 卸法向外 提 轻查 重提 这一点 一定要记制 插少 插针 速度慢 着力 提 针 速度 快 着力 重 好 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解的 提差 年转 补屑 提差 年转的补屑 大家回去在练的时候呢 特别要注意一点 它的用力和方向 肯定是不一样的 速度也有快慢的不一样 用力有轻重的不一样 这和我们基本的行政手法 匀速的 左转右转 下查上体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为什么我们补屑会体现不同的效应 可能同学们会问 你就是刚才那一点点区别 它们真的会有补屑效应的不同吗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关于这些补屑啊 你看从古至今有很多记载和临床实践 那么现在呢 又有很多实验研究 曾经就有专门的实验研究 把这个输屑局部做补屑以后 用皮肤温度来体现它补屑效应的 它确实补屑以后 它这个温度有差别的 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一个不同的补屑 确实有不同的效应 确实有不同的效应 好 我们下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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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